回到剛剛小俊 你還問我問題 量產這件事情 飛彈量產計畫 我先把大結構講一下 大家如果 觀眾朋友如果有印象 前陣子 我一直為中科院在fighting 在爭取的就是 中科院絕對沒有生產能量不足 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就在 為了要400枚的魚叉飛彈 買進來這件事情 我是一直講 中科院沒有生產能量不足的事情 為什麼中科院沒有生產能量不足 因為中科院所有的生產計畫 都是送到參謀本部 國防部立法院也核定的 我們是按照那個計畫在生產的 好 可是我們現在 台灣防衛需求不一樣了 我們需要加速有這些彈量 或者這些的戰備能力 所以那時候說 為了補充這個戰備能力 我們跟美方買400枚魚叉飛彈 這點我不會反對 這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不要說中科院生產能量不足 好 但是這計畫真的刺激中科院了 對 看到國防部 挑出立法院的報告裡頭 哇 這個有海社禁二 包括了熊二熊塞還有熊身飛彈 好 我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中科院 我覺得那時候媒體有一個報導 也不公平的 說中科院是研發單位不會生產 我當總工的這個 我一定要為中科院fighting 怎麼會不會生產呢 我還講講那句話 我們是按照國防部的需求 每年該生產多少量的 好 所以這次中科院被那塊刺激了 說好 不行 你就說我不會生產嘛 對不對 我就做給你看 所以這個新聞告訴我們說 從今年6月 今年6月 中科院會有將近80幾個廠房 不管是興建或者整修 中科院自己投資了70億 自己投資 不是用國防部的預算 而是中科院自己調整預算 投資70億 然後整修了將近80幾個廠房 所提升的能量 我大概念一下 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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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從每年可以生產40枚 提高到了150枚 150枚 那天公三行從每年48枚到96枚 雄三從20枚提升到70枚 雄二以及雄生 從81枚到130枚 萬劍彈從每年18枚到50枚 我為什麼這麼辛苦地念這些數據呢 提升之前是中科院現有的產量 我還要強調 我們按照國防部核定的產量 不是生產量不足 國防部要我做絕對可以做 這些產量提升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立法院 通過了將近2400億的海空戰力 提升這個案子 這個數字 如果網友有興趣的話 去把海空戰力提升案子的數字 也可以拿出來對一下 那是公開數據 沒有泄密問題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本來要五年完成的海空戰力提升 有可能會加速完成 這個對我們台灣的戰備提升 就應急 就所謂的早點成為刺猛 可能時間可以縮短了 那意外國防部裡頭 還有一份報告 引起大家關注 有提到雄生飛彈 這種聯合反制的 這種武器裝備 沒有 由於它這是一個遠距離精準式的地對地 的巡域飛彈 那我想請教是 如果它的一個主要的威脅戰略目標 擴大反制作戰的一個成果 來符合未來的一個需求 叫做遠距離精準武器地對地巡域飛彈 遠距離有多遠 雄生計畫 這個雄生飛彈多遠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 這個為什麼這個飛彈現在可以變成大蠟了 從去年的國防報告書就跑出來了 而且寫名雄生飛彈 那懂得去抓蛛絲馬跡就是 這個就是當初的那個那個東西 對 我先講一個背景 台灣跟烏克蘭真的不一樣 台灣有台灣海峽之外 在防禦上只有台灣海峽之外 台灣在第一島鏈上的關鍵位置 絕對是非常重要的 是 我們來想一想一件事情 中共的海軍要出第一島鏈 誰管得了他 美軍管得了他 這個事情跟什麼事情一樣呢 跟 如果說今天 俄軍要在烏克蘭蹂躪戰場 我們也管不了他 因為那是別人家的事 但我要講的事情是這樣 美軍很想做一件 美方很想做一件事情 把對中國大陸的反制前線 從關島推到第一島鏈 部署中程彈道飛彈 中程彈道飛彈的距離 是1000公里到3000公里 那整個中國大陸就被涵蓋在裡 那我們可以想像 美國想在第一島鏈部署彈道飛彈 有多麼困難 好 這個時候有一個爭氣的國家 叫中華民國 他就說啊 我們有反制武器 以前我們不敢告訴你 是 現在我告訴你 我們有了 好 當初這個不能告訴你的雄聲飛彈 美國用各種方法管制的雄聲飛彈 是 那時候是按照媒體講是600公里 600公里到哪裡 給大家一個概念 長江 上海是不是在長江 長江以南 長江 好 好 那 美國就說 有你們這東西真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中科院就把腰杆吞起來了 其實我們還有1200公里的 但是 我們有一些原件 現在能力不足 是 那在美國的立場 他就希望第一島鏈 有一個這種反制性的武器 刺在人家喉嚨上的武器 在這個時候如果中科院 需要這種原件的時候 美國給不給 今天不是只有所謂我們量產提升而已 中科院在整個國防產業上 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